雞排妹鄭嘉誠 今日傳出有意投身政治 被徵召要參選2024的立委選戰 26日她久違出席活動 果然是被狂問猛問一番 我在前天也有發表一個公開的聲明 就是 簡述了一下被詢問的過程 那我的態度始終如一 就是他們派我去哪我就去哪 去金門也OK喔 還有人說我是牛鬼蛇神 都接受啊 都接受 我覺得大家不要去理會製造仇恨的來源 會對整體的風氣比較健康 我們對於一個製造仇恨的人 有點太仁慈了我覺得 我一直都態度都沒有很 跟她相比 我應該她的百分之一吧 戰身量 我的臉書粉專 前陣子被網友網軍大量攻擊 現在觸及很低 我現在應該沒有資格跟人家戰身量 我現在也只能笑笑的被打嘛 當然像一個沙包啊 未來如果真的有機會 當上候選人 我想競選小五可以出一個小沙包 而目前新婚半年多的她 也透露老公跟公婆 對她要出來參選一室都超級支持 我跟我先生有共識 如果真的有那一天的話 我大部分時間會在台灣 她願意 我就開始跟她開玩笑 我說日本如何我是不清楚 但是在台灣如果你是立委的話 你的配偶資訊是要公開的 也就是說我先生的名字 大家都會知道 我跟她開玩笑說 選舉是這個半年一年的事情 那如果有選賬 那我消失的時間就會拉長喔 拉長到四年多 我說這樣你可以嗎 她說比起我的隱私和 我和你相處的時間減少 台灣的未來更重要 很感謝她 所以謝謝她 我有朋友就 跟我開玩笑說 是不是民進黨幫你做法找到這個老公 那樣的 都開玩笑說 這是一個很適合 要從政的人的先生